大爱人物志 十二楼 这里总是透露着 金色的耀眼的光芒 因为在这里收藏了 台湾出版界最高荣誉 二十五座金鼎奖 它就是我们经典杂志 办公的地方 而这意义发光的幕后推手 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经典杂志的总编辑 王志宏 王总编 总编好 朱琪你好 总编你最近走路有风 有风 有光 每个人走路都有风 光 光 阳光下都是光了 然后十二楼是最 boring的一个地方 在整个十五层楼里面 我觉得是最神秘的 因为我们走过去都不知道 经典杂志的统人 在忙些什么 只知道他们每年 就会得一些金顶奖回来 光要门眉这样子 对 因为实际上 某方也讲到 特别的就是做杂志媒体的人 他们要读很多东西 要写比较深入的文章 所以不像其他单位里面 总是声音很多 因为跟电视媒体是极端两个 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属性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做电视很肤浅 我没有讲很肤浅 但是比较吵倒是真的 老师 刚刚最近得到的是 金顶奖杂志类的特别贡献奖 特别贡献奖 我以为这个奖是那种 退休的老人 你一直在强调那个特别 是因为我没请客 还没请到你 我真的没有知道 对 他里面讲 他理论上是要给 比我年纪大一点的 我以前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可能在我未来 要退休之后 我有机会去一瞻 这个奖的荣誉 但是也不晓得今年怎么 这个时间就给了我们金顶杂志 所以让我自己也觉得 有一点受宠莫金 你太客气了 是给你个人 那我代表是这个队伍吗 我唯一的做了一件事情 编了一个很完整的杂志 就是经典杂志吗 所以我就说嘛 可能就是因为 这是编给个人嘛 因为是编给经典杂志 那我刚好是这个人的代表 这个杂志的代表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解读 会让我觉得 我不用那么感觉到 我要退休了 不然你真的是很小 初中毕业 听说你就爱上了 玩摄影机 玩照相机 对对对 我喜欢拍照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媒体 我们讲的媒体就是包括书写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喜欢拍幻灯片 因为那拍出来的人 你会觉得很过瘾 它是每一个东西所见的都是彩色的 小小的就可以放很多事情 可以放很大 那说起来很小 那当然想讲说 如果一辈子要来做一件事情 选择让每天再做一些 很有趣的一块块的留下来 总比写些文字剩下就黑白嘛 那好玩多了 所以我会想说拍照 然后它最大的好处是 你一定要到现场 你不能再凭空杜撰出一张照片 除了是翻拍之外 这是你刚刚说的实证的部分 对对对 那也让我刚好 以前的最第一个的媒体工作经验 让我可以在全世界到处跑 那种觉得是说 才想说人生不是只有读万卷书 是在行转 行万里路 某方面更重要 每一次你在出去拍的过程当中 你刚开始也在其他的杂志社 做这个摄影记者 你大学毕业就做这份工作 可是云游四海之后 有一天你觉得有点厌倦 当时觉得一个惶恐的原因 就是我总觉得 我被不停地指派出 这个月你可能在德国 下个月回来到巴厘岛 下个月去到西班牙等等 那这样的方式上 等到你当时这个很蛮大的惶恐 说等到你开始对这个地方了解的时候 你就要抽离了 当时觉得说 我对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了解 凭什么看 这么快要来解构这个地方 那当然 这个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开始对这样子的一个采访方式 有一些反省 所以我当时觉得说 好 我应该有时间到了 我应该去找一个 自己觉得可以花比较长时间来 来什么 来采访 来写作的 来爬树的一个 或者比较宣布更连 就是对一个专题 所以当时反正出生制度 反正就是年轻嘛 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气盛 你讲的那是没错 就觉得要换一个方式 因为总是要满足自己 为什么没有照你大学的 所学的 而且要做这个行业 的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想要很完整的 做出一个比较自己觉得 比较不会心虚的一个故事出来 所以你很早就觉得说 自己可以做摄影记者 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办一个不错的刊物 可是在你们出版界 人家都说如果你要害一个人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报告的时候 你说你的朋友出版界说 如果你要害一个人 就鼓励他去办杂志吧 对啊 实际上是 对啊 那可是你要害一个人 就办一个杂志的原因 就是因为杂志看起来是一个 是不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入门槛很低 他竞争者就很多 对不对 他可能不需要非常雄后 像电视台的资金这么大 但是他大家进来的机会 也更容易 所以要在摆发针放的一个杂志圈里面 能让他维持他屹立不搖的 所以就有 第一个你会很多的问题 你资金的足够不足够 你的人手足不足够 是不是第一流人才进来 所以在钢子负责杂志上 那会让很快你的白头发的 就开始加剧了 渲染速度越来越高 那当然这就是其中一个 负面假之这样的方式 但它正面假之方式 对我来讲是 这个媒体上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原因 就是它至少比报纸 或是比电视多得更长 以几十倍时间到几百倍时间 来做一个新闻 或做一个事情 就一个议题的耕耘 对或做一个专题 所以这样的方式上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节奏 你实现了你当初的梦想 为一个刊物 对我实现了 我当初的梦想是负责一个刊物 负责一个刊物 就是说至少这样的做法上 能累积在我之前 对这个环境上的缺乏 然后能顺着这样的想法 符合在背后这个团体上面的 一个方向来办一个刊物 然后这样的刚好能契合起来 就它可以走得下去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事情 当然我也不纯粹只是摄影 我还必须 对 必须写文字 那还必须到最后还必须编辑等等 然后必须去上船 到全国各地来做这个推广的东西 所以每个事情都一事 最像你要做总编 其实刚刚谈到这个年轻气盛 或者说出生之毒不为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总编也曾经在一个杂志社工作 后来他决定要离开 他就跑到了西藏 在西藏遇到了他人生中很大的转利点 而且在这边有很深刻的耕耘 自掏腰包哦 做了好多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他说 现在想起来还会笑的一些事 我们上回回来 总编也您1989年第一次到西藏 二十多岁 对二十多岁 现在就把我年纪想清楚了 就这个意思 是 第一次上高原 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一点高深反应 然后看到了一些牧民 所以我当时有个蛮深的激动 因为我那时候人生就不停的旅行 对 然后我每次看到 曾经在想在摩洛哥那边的山脉上 看到当地的那种有牧民族 哇 随身民族跟我生活好像 就跑到类似清藏高原 看到藏族的牧民感觉更像 所以觉得可以对象 他们也是居不是很固定的在一个地方 漂泊的人生 对 就是在不停的动的人生 那所以也觉得 那像从一个自己也在不停动的人生之间 如果我来对这个不停动的民族 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记载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一大乐视 同时今天也想说做那个 做整个藏族地区的一个采访 它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你面临到当时在中国 大部分的藏族地区西藏地区都是不对外开放的 那第二个就是那边的旅行要有很好的体力 还要很多的一个经费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平均等于是全中国最稀少的 最神秘的地方 某方面来讲是这样 因为它就是因为地底位置的绝对的困难 所以不容易让人家进去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游牧民族 它也许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家当就在它的这个牲畜 他们跟着这样走的时候 你会觉得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吗 是 所以当时有这样子吗 就是说你比起这样一个 大概十平大的一个帐篷 把所有的一家六七口人家 都绑在牛背上这样跟着走 你会还想 我虽然我的东西可能多很多 那你人可以这样子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不行 或是然后你想到整个的 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了解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那么多年来这边旅行 也让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上 做了很多的改变 就是我觉得那是 都是很棒的一种 就是彼此之间是 Mutual Benefit 但是刚开始你讲对了 就是说你从那边 拿到了很多的事情之后 所以才会觉得说 怎么办 感觉自己越来越惭愧 就是说这个惭愧的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想办法做一些 替他们做些什么 对对 不要只是拍完照走人 好像我消费了你 然后你的照片被我刊登 但我对你没有帮助 对对 这个是我后来一直觉得 这个是不太 虽然在做那边旅行上 我们都是无害的旅行 不然我们就觉得无害的旅行 但是我们觉得久了久之 是觉得说 总是欠那个土地上的一个情 这个情是让我自己 对人生的了解更多 或是对我自己累积的 那些经验更好 那我自己自早要拿一段时间 回来做一些回馈 这是当时的想法 后来你就真的找到了一个医生 在那里发展一些基主医疗 对对对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 马背上的医生 是是是 他们的运作概念是怎么样 你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有时候 虽然我们阵言上能讲的 有愿就有利 就是自己当做这件事情 才发现最好玩 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想说好 我要开始 我要开始来帮忙 那就会让我去碰到 一个台湾的一个医生 那他也因为读过 我在写西藏的报道 所以邀请他一起来做 这个当地的那个医疗计划 来改善他们的一个 缺医少药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一个设计 当时的想法上 我当时在想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我小时候 住的是林口 比较偏颖的地方 在我在小学的 就是幼稚前小学的时候 如果生病 不是一定要去带去看医生的 就是一定会从家里 有些寄的药袋 挂在家里 那我那个不适智的祖母 就会看我 如果我咳嗽打扮 就从那边拿来给我吃 就各式各样的 百保药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一段时间 ProPro才会来换药 在附近 那我当时想说如果 因为我这个前提是 因为我以前在西藏 常常跑很长的时间 跑半年 所以我自己会带一些药包 随身的 我本来是给我自己吃的 但是基本上我都没迟到 可是回来就不见了 就送给予的人 所以后来就在一个想法上 说我可以在这边 把它们做一些简单的改变 可能藉由这样药包的一个规划 那所以当时找这个医生 我们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可是原始这样的想法 倒是发现这样还是缓不计辑 所以我们来决定将它改成说 从一个村 一个自然村 可能是五十顶帐篷的牧民 唯一一个单位 然后一个村的单位 终于找出一个试制的 我们集中在县城 把它们做一个基本的训练 等于训练一个乡村的医生 就大概训练六个月到一年 然后对当地的常见病 跟火化病会了解 所以等到这些 这个村庄随时有病 它可以先做 它主业还是 可能是还是放牧 但是它副业可以当这个医生 它可以收一点点很微薄的钱 然后这样子 我们当然只是用这样的想法在做 所以我想说 好 我就试着那样做 就这做起来效果很好 我本来打算帮个三年五年 就一直就越来越大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所以后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训练出 三百多个的一个乡村医生来 它面积就比台湾还大六倍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就不停地衍生 当初当然是很困难 如果刚开始 像我这样年轻人 什么都没有口袋 基本上已经是赤字了 然后有些朋友 答应的给的款项也没到 那怎么办 人家就需要钱 就要想办法去借个人贷款 这些事情都做 反正觉得说 答应的这件事情要做到 这是我个人的 这种的想法 一旦就会promise 就去做嘛 当初那种回馈这块土地的心意 你觉得圆满了吗 我觉得就有时候 这个东西就 有些满足我刚才的想法是够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事情上会发现说 它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一旦这事情做了 大家都一直 一直圆圆地不断 一直想要说 我们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 你就被人推在上面 就推了一直往前走 你就很难把它停住 因为一停住 你觉得心里会很难过 所以就想说 那就想办法 挤出一点时间 想办法再找大家一起来 把这事情做下去 因为有时候也想 他的一个机会不大 但这个意义很大 但这个只要帮助了一个人 帮助一群人训练 他出来的时候 他帮助的是一种 远在天边的地方 是极端困难的地方 那困难有时候 你都很难去讲 所以我们自己的 当地的工作人员说 想要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训练的医生 他怎么去 他开个车 开八个小时 再去借了一个驴子 骑了十四个小时 骑到山上去的时候 发现那个村医人不见了 他去看病了 所以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 当地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也没办法等下去 所以他们在 骑十四个小时 女一直骑到 他车子停的地方 再开六个小时 回到他工作的办公室 一个高原四千公尺的 某个地方 所以雷电是我们自己 在当地的工作人员 要去掌握他们都很困难 你要想说当地 离开了公路的那些 很多的地方 那实际上是 所谓的千余少 以后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如果这个 去到那边小时 他去帮忙 更偏远的一个地方 再看病 你听到那种消息 你自己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 心里会觉得蛮舒服的 当然那只是说 你自己只是一个 搭桥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 讲给那些 捐款的人 他们觉得 他们会更高兴 他们也觉得值得 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 这故事就变成一个 很好的 就大家